第五 词词 接下来轮到我啦 看这局面 二哥你好像输了 兄长也很不中用啊 没办法 赵云太强大了 自我年幼时就一直很强大 那么接下来轮到刘善大人 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这是为了一起实现刘备大人的大志 那么开始吧 不论如何都不够吧 冰凉吗 完全可以交给做过山贼的我吗 我们就从无辜的家伙那里夺取一些呗 考虑到我们的利益 我应该接受投降的人吧 但那样 尤为身为舞者的大义 也违背了兄长的仁义 如果我不奉行 又有谁会为兄长开辟王者之力 为了让兄长的仁义充满世间 我一定要实现在桃园立下的试验 不论 就由我这青龙纯算吧 兄长 我这个罪恨可不能去妨碍凶场啊 你睡了 你睡了 义德 睡在那里 会着凉啊 有什么事 好 义âng 来 你不见了 所以就与云长来找你了 休长 我们三个人 很少像这样单独相聚了 就将现在 当作桃园重现吧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敢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一起 人意之事为目标吧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 真的 可以吗 那就拜托了 明白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长相 您找我 这事 姜维 我要把这一切都托付给你 丞相 您在说什么呢 我亲自提出了三分天下之计 在天下重新统一之前 我可能就会尤尽灯枯了吧 时代在变迁 必须在刘备大人 期盼的仁义之势淡雀之前 将天下的趋势 掌握在我们手中 丞相 我明白了 好 好了 你去吧 刘备大人 一起前进吧 刘备大人 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林长 义德 再稍微 再稍微等等我 各位 听我说 我现在想讲一讲 讲一讲我和你们的父亲 一起怀揣梦想 驰骋天下的时代 我们一族 曾险些惨遭灭 谢如今 剩下的同伴就只有你们 少主 背负血海深仇的我 追随了刘备大人 历经了许多战场 然而如今又如何 我正在这偏远之地 灰汗战斗 少主 你是不是有些热的房子 不 不是 马蛋 如今的我 感觉非常充实 这种感觉不是愤怒 而是 充满了热情 正义正在燃烧着我 而且我们已经不是孤独的两个人了 这是多么可喜可合 曾今晚后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绝望 面向未来继续前进吧 阿孟琴 出发 张宝和关心那两个小子 让我来 究竟有何解决呢 他怎么在那里 怎么还拿着工 请看我的 好了 也借给我试试吧 来吧 有没有觉得我长进了不少 这下黄忠大人也能放心隐退了吧 不错啊 嗯 怎么了 不甘心吧 哎 拿过来 喂 小子们 看好了 嗯 好厉害 太神奇了 这还不值得惊叹 这还不值得惊叹 哇 难以置信啊 能做到这些后再说吧 我绝不会隐退 必须再重新训练一下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哈 哈 有星宿 陨落下来 好 诸葛亮大人 去世了 还没 还没有 刘备的夙愿还没有实现 诸葛亮 为什么会死 嗯 这应该是 因为命数已尽吧 不过 诸葛亮大人 他真的非常地担心你啊 我听闻了许多事情 你放心吧 最后 我会一直待在你的身边 我 我 还要 为书国 战斗 你也 看着吧 好 好 大哥 我们成功了 嗯 卫军已经奄奄一息 接下来 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嗯 大哥 你怎么了 你们 都好好看看吧 那就是我们的父亲 人称军神的西式名将关羽 在有缘成为父亲的养子 并成为你们的兄长之后 我一直在不停地思考 作为军神之子 我的武艺是否足够与他并肩共战 你们的兄长 作为你们的兄长 我是否指引出了大家应该前进的方向 星采大人曾经说过 大哥已经成长很多了 看到你的身姿 我也觉得自己必须更加努力 我们兄弟姐妹 以大哥为榜样长大成人 我作为军神官允儿子 一直以大哥作为目标 所以大哥要更加自信一些才行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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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抱歉 没想到你们三个会来安慰我 你们误会了 我想说的是 最近作为军神之子 作为你们的兄长 我变得更加有自信了 原来是这样啊 不 谢谢你们 你们是我 你以为傲的弟弟和妹妹 你要去哪里 哎呀 被你发现了 老夫对进军路线有些疑惑 要稍微调查一下 那匹马 老夫找刘备大人借用一下 有了这匹马 我很快就能回来 那么我走了 那匹马 出现了 是刘备 快 快放肩 不法敢如此 马上不能让刘备大人由此通过 狂狂 你就是我的凤厨 请你与卧龙诸葛亮相处相长 助我实现 仁义之事 好的 明白了 刘备大人 来吧 地鲁 给你凤厨的翅膀 就这样飞到刘备大人的身边吧 我就是从这里喷出来的呀 你们哪 各位 真是让大家久等了 大家请来看一下 成像 不 这不可能 难道他还活着 这是 这是孔明大人的人偶 只要孔明大人还活着 就能够让敌人混乱 并鼓舞我们的同伴 是孔明大人 是孔明大人 我们也不能一直依靠孔明大人 但是 这个人偶 我想应该能够暂时帮助到我们吧 难点是比较重 看来我们 看来我们 必须要改良一下轮椅才可以吧 真的有那么重吗 习惯 我拿着并不是很重啊 那么 拜出的时候就拜托你了 好的 都交给我吧 那就多谢你了 那就多谢你了 好 好 好 刘备大人 怀着仁义之势的梦想 去世了 去世了 丞相继承了他的遗志 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去引导我们蜀汉 来 然后是刘善大人 姜伟 我们蜀国正在没落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实在是太少了 刘善大人 请您不要说丧气话 我姜伯爷会一直陪伴您 那真是让人放心啊 不过 希望你不要太逞强 是 刘善大人 不希望战斗继续下去 因此 选择了投降 但是 如果我此时放弃 又会有什么留下来呢 希望之光 会在哪里 时代在变迁 必须在刘备大人 期盼的仁义之势淡雀之前 将天下的趋势 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果然还是不能迷茫 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要勇敢地前进 那样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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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送我了 多谢 刘善大人 怎么会这样 刘备大人的天下 你这个胡君 没有了 没有了刘善大人 以后我们该如何是好 各位 请听我说 我会在 洛阳愉快地生活下去 因此 各位 希望大家也能幸福地收你 希望大家也能幸福地收你 如果 真的忘了 不要再回来 我还请你为帝王 温君 战神师父啊 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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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给我们手中了 温君 温君 别回来 这个胡言师父 温君 温君 刘善大人 您流血了 您的手握得太紧了 赶快包在一下吧 没关系现在 为了实现父亲人事的梦想 许多人都失去了什么 是我灭亡了蜀汗 是我践踏了他们的遗愿 这点头 就请让我承受一下吧 我承拼吧 我承拐了 我承拐了 你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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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好要走 你蛇 爸爸 我 嗯 请 星采 刘善大人 只有您一个人在吗 不但会是很危险的 不要紧 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加害我了 对了 今天就解除心裁的使命吧 刘善大人 您说什么 长久以来 辛苦你了 希望你能好好休息一下 对了 出去旅行一下如何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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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有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等你休息好了 随时欢迎你回来 我会等你了 真是 太难以置信了 关锁他到底去哪里了呀 在这儿呢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大妈好好加油吧 奇怪 人吗 大家都去哪里了 明明约好了今天也要一起训练 有人吗 有人愿意和我一起训练吗 在 在这里 不训练 如此下期就糟了 援军还没到吗 在这儿呢 真好需要帮同学找我吧 无论在哪里 我都会找不及的 不训练 关锁大人 那个不嫌弃的话可请收下 我的也请您收下吧 这个也请您收下吧 师父 给你 多谢你们 这些花朵都很美丽 什么呀 关锁明明是我的 大家又向关锁大人献花了呀 不过我认为不用担心 为什么 关锁大人 江维大人 你总像这样收到花吗 哦 哦 他们每一天都会送一些花过来 说是希望我能带上 大家 对我都非常亲切啊 观锁大人 观锁大人对于女性的示好还真是迟钝啊 那么 我的心意也完全感受不到吗 怎么了 不 没什么 啊 这样 可以的话 能请你从这里面帮我选一朵花带上吗 嗯 嗯 乐意笑了 这些花怎么样 嗯 多亏有你 这次真是帮了大忙了 多谢 真的吗 今后我也可以和关锁在一起吗 当然了 老实说 我可不能没有你 听到你充满活力的声音 即使在战斗中我也很安心 每次取得了战果 你都会称赞我 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来吧 快回到大家那里吧 军役马上就要开始了 等 等等我呀 关叔 再夸奖一下我别的优点啊 听说诸葛亮成为了蜀国的丞相 明明有卫帝在位 明明有卫帝在位 蜀帝也好 丞相也好 都是建称罢了 空明 我真羡慕你啊 可以的话 我也想作为蜀国的一名军师 为你提供帮助 趁此番就任丞相之际 我有话想对大家说 为了认真完成自己的职责 首先请听取他人的意见 然后讨论不同的意见 你们大家 都非常的有才能 但是也都有些自负吧 因此做到会比较困难 据我所知 能够毫不迷茫地 做到这一点的人 就只有我的旧友徐原职 如果能回到那时 我 不 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吧 那就是我不够成熟的地方 我无法像苦明一样 许书大人 陛下要召见您 明白了 稍后就去拜见 不过 请你代为转告 我是不会献策的 只会像往常一样 听取情况 表述我的意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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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要去 如果二哥有什么不测的话 那我 殷平 你应该由你自己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 父亲 大哥 还有长包大人 我不会有问题的 而且 如果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到 就会被父亲 大哥 还有长包赤子了 明白了 我在这里等你 但是 答应我 你一定要回来 我保证 请用 不用了 今天就算了 清彩 你有好好吃饭吗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不用事事都为我操心 这样 殷平 你 怎么了 不 没什么 帐包 这个要怎么吃啊 真是的 拿你没办法 我觉得 帐包大人真会照顾人的 你觉得呢 那只是 他自己想做而已 是吗 不过 大家都受到了帐包大人的帮助呀 是啊 是啊 后续是吧 还想再次像这样 与大家度过愉快的时光呢 是啊 为此 我们也必须取得胜利 大家齐心合力 一起努力吧 好 那么今后 也拜托了 嗯 看招 你不可以说的 你不可以说的 音频大人变得非常强大了 并不像是以前那样 光靠蛮力战斗 嗯 感觉内心变得更强大了 能得到你的称赞 真让我高兴 青赛大人 多谢你陪我练习 感激不尽 要去守过一个重要的人 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吧 但是 如果变得消沉 就彻底完了 所以我必须更加努力 像星采大人一样 成为大家的希望 我觉得如今就有很多人 看到你之后得到了慰藉 但是 并不仅仅是那样 只要迎凭大人保持自我 我们就能感受到 你所带来的希望 好 可以再来一次吗 好吧 今天就陪你练到尽兴为止 太好了 没问题吗 居然任命我为尚书令 这是理所当然 此番能取得胜利 都是因为法政大人的计策 都是因为法政大人的计策 而且 我也找刘备大人推进了此事 似乎并不是想卖我一个人情 你做事一向是合理到 让人毛骨悚然的底部 我觉得为了刘备大人的天下 必须要下一季猛要 你的那种无德 在战场上是强力的武器 本来像你这种人 与刘备大人是无法共处的 好人有刘备大人就足够了 很遗憾 我与你的目的是相同的 在刘备大人夺取天下之前 就一起奋斗吧 那就决定了 那么就谈一谈 下一次的战斗吧 老大 你送我的这匹马跑得可真快 我也可以毫无故隶的策马了 等等我 老大 老大 不行啊 我完全追不上啊 去哪儿了呢 对 没办法了 既然这样 你能这么办了 这么决定了 今后 就算是天涯海角黄泉碧落 我要追死你